你们是真的不敢说是吧 那好我来说 我不怕报复 也不怕得罪这个资本 更不怕封这个账号 今天我就要为老百姓发声 因为老百姓是真的苦 是那种有苦说不出来的那种苦 你们看看我说的到底对不对 我们老百姓现在是有三件事情不敢做 是想做却不敢做的那种 最后一个真的是最扎心 看完你就知道什么叫做老百姓的苦了 那第一个就是不敢结婚生子 现在结婚需要具备什么条件才可以结婚 平均就是10到30万之间 房子的一套基本上是100到150万左右 车子是在15到30万之间 其他的一个小钱算起来 一共估计是在200万左右 父母是辛辛苦苦攒了一辈子的钱 拿出来了那都不够一套房子的一个钱 就更别说那种彩礼车子跟酒钱了 那就只能够去贷款去银行贷款 只要你在这个贷款协议上签了字 好吧往后的30年呢 你就是给这个银行打工了 彻彻底底呢是被这个银行给绑住了 生孩子就更不要再去提 更不要再说了 你说他们敢娶吗 他们娶得起吗 以前那个婚姻呢叫做过日子 现在的一个婚姻呢叫做混日子 以前的一个婚姻呢是一辈子 现在的一个婚姻呢叫做一阵子 那第二就是不敢生病 为什么因为有病了那是看不起 不是不想看是兜里面呢 实在是没有钱 老百姓呢一是没有这个医保 二是没有这个退优金 只能够靠那个一亩三分地的一个收入 来维持一个现状 能糊住口呢已经算非常不错了 以前的一个伤风感冒 就几块钱的一个药就能够解决问题了 对不对 而现在呢去趟医院没有个小几千呢 你是根本看不好这个伤风感冒了 老百姓能看病吗 看得起吗 到最后就是大病了 扛小病 扛到最后呢 两腿一蹬一路走好 那第三呢就是不敢吃 现在的一个高科技呢 真的是席卷整个食品界 哪样东西没有这个高科技 哪样东西还能够放心的吃呢 除了老百姓自己田里面 种出来的一个蔬菜水果能够吃 除了老百姓自己喂养的一个 鸡鸭鹅能够吃 其他的地方呢到处都是坑啊 处处都是坑 真的是房不胜房 弄不好呢就是一个什么的晚期 还真的是又祝不起院 大家觉得是不是这么一回事 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呢 也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言讨论 我下车了 我下车了